阿操以自己用夹子夹一块肉池 托斯卡纳 这里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但丁 米开朗基罗 波提切利 达芬奇 都与这个地方有种种的联系 当然就在这片阳光普照的大地上 也种植着非常多的葡萄 因为托斯卡纳也是意大利 非常重要的一个葡萄酒产区之一 GND 经典GND BDM 以及近30年来异军突起的超级托斯卡纳 都来自于此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踏上这一段 来自意大利的风土穴位之旅 我们来到托斯卡纳会参观三个 非常重要的葡萄酒资产区 Kianti BDM 和伯格利 那桑胶维赛是整个托斯卡纳 乃至整个意大利 最重要的红葡萄品种之一 那桑胶维赛的主要味道特点呢 是充满了酸樱桃 还有一些草药呀香料这样子的气息 丹宁非常的柔和 那在 BDM 这一边呢 他们会使用100%的桑胶维赛 去酿造他们的红葡萄酒 那在 Kianti 那边呢 他们是会用超过70%的桑胶维赛 而加入不超过30%的 其他葡萄品种进行混量 在伯格利那边呢 因为更靠近海边 所以呢你会更加适合 国际品种的种植 例如梅洛呀 希拉和赤霞猪等等 伯格利呢 也是超级托斯卡纳的发源地 你看到这种肠色的伤色 已经在某些棉子 是 这种植物也很均匀 但在三个月的棉子 他们没有收到 好的棉子 所以我们希望 在十五天前 之前十五天 会来到 好 你也用了 植物装 是的 我们做了 我们做了每个维子的工程 是的 是的 这种品种 也增异了 在核心的 核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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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的 而且 核心的核心 都变得更有辣 更有辣 每年 所以在核心的核心 从很多年 在地下,我们有了一种更好的施子。 如果你要加一些荐荐,你会加一些荐荐, 你会有同样的东西, 因为慢慢地,我改变很坏, 他只会加一些荐荐,但没有其他不同的利润。 这个香气上更浓郁白芳是肯定的 因为它用的是它最老的那些葡萄糖 也是最好的那片甜的葡萄 它严格的控制它的所谓的结果率 但是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是 你感觉你在吃一种很特别的菜 上面铺满了什么樱桃 梨子 这些非常fruity的果实 但下面你打开之后 特别特别的松露在你的最后的finish里面 拿炭火烤的松露 木炭烤松露 我的妈呀 森林里面边吃樱桃边吃炭火烤松露 再配一点点肉 你是野人吗 但是你喜不喜欢 它家是整个意大利第一个robber park 门 真的 而且就是它家的梅罗和特别的牛逼 就什么世界三大梅罗 都是到那家 跟法国一样 意大利也是它自己的产区分析制度 它就好像一个金字塔 从一开始的VDT IGT DOC 到最后的DOC机 从DOC开始的葡萄酒 必须采用百分之百当地采收的葡萄来酿造 而DOC机则会有更多严苛的规定 来保证葡萄酒的质量 但是这并不代表IGT的葡萄酒 就一定比DOC DOC机的葡萄酒差 有的时候酿酒是脱离掉了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后 更能酿出让人惊艳的爵士加酿 就好像超级图斯卡纳 什么是超级图斯卡纳呢 什么是超级图斯卡纳呢 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真的有种类的酒量 一种新的风格 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 我们可以认为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只有20-30酒量 不是更多 其他品牌的酒量 但是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有很多货币 有很多货币 有很多超级图斯卡纳的酒量 使用的酒量 是一个太库 太库不是只有富人 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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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就是 贵妇 我又有美洛的沉稳 温连宫简让的那一面 对 但我同时呢 也可以爆发出非常强的那种刺激感 那种令人惊喜的一面 真是太厉害了 双面的梅洛 对 我没有想象过 就是梅洛能做到这么的柔美 甜美 就是你一磕下去 你会感觉 这个就是甜的耶 对 舍不得吐 但是要吐 嗯 它那个 果实的那个熟度是刚刚的好 嗯 罗伯特帕克没有说错 他家 他家这个酒值得一百分 值得一百分 绝对值得 他跟我们说 只有最好的年份 才可以做这款酒 嗯 一个艺术家 完全没有任何的酿造经验 在2000年 决定开始酿造自己的葡萄酒 这是一种怎样的 壮事到我们的心态 Kianti是托斯卡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那在20世纪80年代 划分DOC居产区的时候呢 Kianti Classical呢 就从Kianti这个大区域里面划分出来 它选择的就是Kianti最原始 最古老的这一块区域 那它从佛罗伦萨到西安娜之间呢 就最称为了Kianti Classical 那在我们买酒的时候呢 只要看到这个黑公鸡的标志 就意味着你所买到的酒 肯定有80%是用酸胶为塞缩的 而且呢 它会有minimum 12个月的 项目桶成年时间 还有Kianti Classical Reserva 跟Kianti Classical Grand Selection 那它们的酿造方式 跟成年时间呢 都会有更严格更细致的一些要求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名字越长越牛逼 有你们在这里有派对吗 是的 我们在这里有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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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喝酒 你也可以喝酒 好, sorry guys 很容易 我只是想要喝酒 我只是想要喝酒 他不在家的家庭 他不在家庭 在初期他不知了 啥酒和酒煮 他不知了 啥酒 所以 所以,在初期,他接受了一位朋友,一位探索师,去帮助他 但是,他学习了,他修改了自己的质量,两个质量 所以,他不是一个天才酿酒师,他只是一个天才罢了 他只是一个天才的企业家,他知道怎么样不断尝试自己 不断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然后成就自己那一份最伟大的那一滴神之水滴 这就是一个非常艺术家的行为,他们BB Classy,他之所以去选择做Super Tuscany 也是因为他不想被Pianti Classico,或者是Tuscany DOCG的那些调校方法所束缚住 这个行为就非常艺术家,不被拘束的感觉 好喝,还不错喝,还不错喝,真是茶不饱哦 为什么这里的松轮跟不要前面呢? 哦,这边特产之一就是松轮 有多好吃 我早不至于吧 可以尝一口吗 它那个咸味直冲天灵盖,你知道吗? 可以了可以了 人生圆满的感觉 要吃上一个Pas吧 Pasca也好 撒点最饿的小芝士吧 应该吃 再来一勺 你不是说来意大利是减肥的吗? 这又没有什么热量 意面很健康,是比较健康到碳水啊 蛋白质 动物脂肪 好 真的很神奇 它无味杂成 简直就是艺术 那你这一块很完美的一个粉嫩的 因为我们点的是三成熟 而且它外面是有这个Cruise 就是外面是有要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粉嫩的 然后才是最完美的一个 那你喜不喜欢你那块带肥肉的? 可以的 我喜欢带肥肉的 本来以为能捞到你的东西去 不可能 骨头也是我的 好的 我就喜欢这种肥美的油脂肝 这叫丸盛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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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烤完这块骨头是对厨师最大的神经